张曼玉搬去平民区,过隐居生活,现在的她是真的太瘦了 香港娱乐圈以前出过不少女神,她们都是天然美女 这些女神有王祖贤,林青霞,钟楚红等,除了她们之外 还有一位女神,那就是54岁的张曼玉 这些曾经在大萤幕前给我们留下很深刻印象的女神都一一吸引 她们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吸引后就很少露面 王祖贤甚至远离香港和娱乐圈划清界线 而张曼玉近年也不再露面,连看到她一面都很难啊 去年她还有出席活动时就让人惊讶她变了很多 特别是瘦了很多 原来前段时间有记者拍到女神张曼玉带狗散步 她现在搬去平民区或隐居生活 而她的镜照曝光后让人惊讶她变得太瘦了 自从吸引后张曼玉就甚少出现在公众面前 不过在2016年她就还有再次出现在荧幕面前 谢霆锋出面邀请她录制节目 当时大家都发现女神依旧保持动靈 而且生活得很开心 随后在去年11月份张曼玉就出行了一次公开活动 当时她的照片发出来后大家都难以置信 觉得这并不像大家脑海中的张曼玉 因为照片中的张曼玉瘦了一点 而且脸也变了 这几年她让人有印象的露面就是上面的两次了 随后她就像消失匿迹一样 偶然有网友拍到她的行踪 不过大多数都是背影之类 并没有看见真容 原来现在的张曼玉已经归影田园了 前段时间有记者拍到她现身的画面 张曼玉有过几段用情很深的爱情 每一段她都为对方付出太多 可结果都是无疾而终 以前男友在哪里定居 她就选择飞去男友的地方定居 不过感情结束后 她就回到了香港 有记者前段时间拍到张曼玉放弃居住豪宅 而选择搬进平民区的地方居住 记者还拍到她一个人带着小狗散步的画面 当天张曼玉穿着长袖衬衫、运动裤 为了不想给人认出她戴着帽子和口罩 她这身装扮连路人都没有认出来 如果不是记者认出来 这一眼看下去真的很难发现这是张曼玉 张曼玉以前和张学友、钟振涛、梁朝伟都是好友 他们一直都有联络 不过近年张曼玉就没有现身好友的聚会 连张学友、钟振涛等演唱会都没有出席 媒体表示她已经和圈中的好友很少联络 记者称张曼玉为了不被附近街房发现她 她平常都是走后门进住所 而且基本上都是包裹岩石的出去散步 这张张曼玉的上半身特写 我们就能发现她是真的瘦了太多了 脖子底下基本上都是没有肉的感觉 四肢也同样很瘦 真的如平常大家所说的火柴人一样 张曼玉除了手臂上有纹身外 耳朵也打了很多耳洞 单单左耳就有八个 其实如果是自然瘦的话也没有关系 这里希望女神能够多吃一点 保持运动或自己喜欢的生活 喜欢这篇文章吗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